好 我们现在到马达展台 那首先放在最门口的呢 就是最新的安克塞拉了 博钢灰 它和后面那个混动红一样 都是采用了马达达叫做 降毒的工艺 就是它整个车机的光泽度 还有整个明暗的层次 都会显得比较深邃一点 那我个人又很喜欢很亮的灰色 那这台车是我最推荐的颜色 但是呢 马达3呢 现在它这个2.0升的发动机呢 只有150多匹 对吧 你想一想Fista的1.6T都到200匹 那其实它动力是没有什么可吹牛的 但是和它的爱心6AT搭配之后 整台车的动力的平均度啊 包括可高兴应该是不错 而且马自达上一代马达 喜欢开车的人都会觉得它开车很精快 对吧 中立上也觉得比较快 这个底盘也是比较领住的 但是这一代的后悬呢 换成了牛力良 那我个人觉得牛力良 虽然在调教的 幅度上会有点变形 但并不意味着 它的驾驶线或者说 草红的体会变得差 那到后面我们有机会的话 大家去试一下一下 圆灯呢 其实是有一点点 怎么说呢 我觉得是复古的气质 就非常丰厉的 也是 那早前的GTR的话 32啊 234啊 也是圆灯 所以我觉得圆灯 其实是我客人很喜欢的设计点 一会我们去看一下车尾 车尾应该也是四个圆灯的设计 后尾箱表现还可以哈 做一个紧凑机也属于正常的后尾箱表现 车尾就是我刚才说的 有四个小圆灯的车尾 然后晚上呢 我觉得这个尾灯开起来 还是有一点点凶的话 而且人家虽然是个2.0升的自然气器呢 现在也有两个排气碗的 双边双错 而且我觉得排气哦 圆形的消耗器也是我最喜欢的 装一个方形的杜克的装饰 其实是很大小片的 然后叫排气 所以应该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先到内饰来感受一下 那其实马自达的内饰设计呢 也是和其他品牌不一样的 为什么我感觉这么清新脱俗呢 因为首先 没有两块超大的 竹马尾可能的屏幕 那马自达有一块 竹马尾可能是一串 那这个屏幕小归小啊 但我觉得也是在支持 牌都的CarLife和苹果的CarPlay 然后仪表盘也是三个 圆表的设计 方向盘的手感啊 其实 幅面来讲也是三幅 但是呢 它的手感会比宝马的 方向盘要稍微细一点点 那我觉得这个突袭是正真好 然后拇指柜的凹陷也很舒服 然后上面有一些金属的设计 是个细的钉子型的方向盘 我很喜欢这个方向 然后从整个座椅的表现来讲呢 因为没有通电 而不能调整 但整个填充下还是不错的 而且我觉得包裹座椅还可以 然后内饰啊 包括其实虽然简洁 但你看说那些多层子的内饰 上面都是附皮的材料 抹上去补了 所以我觉得整个马自达 还是有个轻轻脱俗的感觉 这绝对是当进行车里的一部清流 但是马自达的压燃发动机呢 其实大家是更多网友所期待的 但是据官方讲啊 是因为中国的油品的问题 这个压燃发动机对于油品会比较挑剔 然后可能会明年才会进入到国内 所以这一排 除了动力以外 我觉得给的真的没什么可表提 那现在呢 我们是来到了后排 我们也能看到 腿肤空间的确实是 不容乐瓜 就是差不多握过的一一圈 然后头肤空间 我觉得还是OK的 就是空间挺大的 然后对的角度呢 就是有一点点的植物和带 就是填充水比较柔软 就是还算OK啦 然后后排呢 也是只有两个空间的出风口 也没有USB 就很简单很清新很多